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但是亚马逊直播Amazon Live感觉比YouTube更加亲密,在拆开新的眼影调色版的装箱之前,他可能会说,请打鼓,然后在屏幕上跳舞。 在角落里的聊天室中,观众告诉他他们正在和他一起跳舞。 史蒂芬妮说,客户和观看者观看的体验是不同的,因为您之间确实存在真正的联系,允获得评论并稍后回复不同。 在美国以外,实时购物是一项庞大的业务。 在中国,他带动了630亿美元的销售额,您可以将其视为交互式QBC。 网红在与观众聊天的同时是穿衣服、背包和口红。 亚马逊一直在努力复制这一成功,于2016年推出的以时尚为中心的前身Style Style的鱼一年后被杀。 然后,在2019年2月,该公司推出了亚马逊直播Amazon Live,并在很大程度上收到了板球比赛。 现在,亚马逊正在采取一种新方法,招募网红加入该平台,并利用他们吸引更多的买家。 自7月以来,亚马逊一直在努力吸引更多网红,包括推出分层奖励最活跃的彩带,使其在网站上的位置更好。 该公司表示希望强调,现场销售所带来的创造率、联系和灵感。 该程序仍然很小,但是它有可能为亚马逊带来更多类似于社交媒体的购买体验。 亚马逊代表要求史蒂文尼于去年11月加入LEAR。 起初,史蒂文尼很紧张,该公司希望他进行长达一小时的直播,这是一个艰巨的时间来填补自己的麻烦,但是他很快就爱上了他。 现在,他的工作时间是星期一至星期五,通常每天至少两个小时,但有时更长。 在与Modern Retail交谈的前一天,他说他花了五个小时在LIFE上订指甲,许多观众都是他在其他平台上的关注者。 但近几个月来,亚马逊将他推到了主页,他的人数猛增了30到60倍。 专注于微影响力的人,亚马逊喜欢强调著名的明星,例如加布里埃尔尤恩·Gabrielle Union和杰西卡二八·Jessica Alba。 他们曾经尝试过亚马逊直播Amazon Live,不过,他更安静地招募了一个微型网红网络来吸引观众,使地文尼·Steven看到该平台变得越来越拥挤了彩带。 微型网红之所以有效,是因为他们吸引了专门的,即使规模很小的追随者群体,但是,鉴于LIFE上有如此众多的眼球,是随机购物的顾客在浏览服装。 使地文尼·Steven发现,保持人们参与度的方法是直接与观众交谈。 亚马逊有时会在其产品页面上添加实时视频,这意味着网红有更多的动力来炫耀潮流产品。 使地文尼·Steven说,他是图寻找具有较高评分和搜索排名的产品,因为那是亚马逊上的热门房地产。 如果他在他们的页面上停留,那么很多人都会发现他的视频。 多数情况下,赖家为他提供免费样品。 Steven说,越来越多的品牌转向亚马逊直播Amazon Live展示他们的产品, 与他在YouTube或Instagram上展示自己的亚马逊直播Amazon Live相比。 公司通常会提供更高的价格,这可能是因为与其他平台相比,在Amazon进行对话的机会要高得多。 到目前为止,亚马逊直播Amazon Live上的观看人数还没有达到惊人的水平。 史蒂文尼·Steven表示,大流量可以在任何给定时间吸引400名观众,或者在一小时的过程中吸引数千名观众。 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,他的人数激增了很多,以至于他坚信亚马逊直播Amazon Live将会流行。 例如,在黄金日前后,他看到的流量比平时多一倍。 他说,我建议任何认真对待影响力,真正想扩大受众群体的网红,都希望现在就开始。